这个藏诗就是阿赖耶诗 相分之中 伴为外戚不知受苦 伴为内身 这位自信 三决受 这个我们要读 即使佛教常识也非常重要 阿赖耶的四分 自振分 正自振分 见分相分 见分 就是我们的神识 佛法里面讲神识 世间法讲灵魂 我们人投胎 学生受生 神识是自己 所以经典里面讲 来先去后 做主公 你来投胎 他先先来 阿赖耶诗来投胎 人死了之后 最后 阿赖耶诗是最后离开 前无时是最先离开 不起作用 作用没有 最后是阿赖耶 来先去后 他是自己 真正的自己 生不是自己 葬时是自己 佛家也叫神识 这个佛罗门教里叫神识 佛法不守护 怕你从真起之主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还不是真正灵魂 真正灵魂是什么 真正灵魂是心 那才是真正灵魂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远无的心 叫藏实 纯净不染的心 那是佛 所以真正的我是 真正的我是佛 所以佛在大经上讲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就是从这个地方说 你本来成佛 现在呢 现在你还是个佛 你没有变 从本性上讲 你没有变 但是从藏实上讲 你变了 这个离很深 我们纵然不能透彻了解 大概也要懂得一点 不止于在学习里头 完全有外号 这个不可以 校分里面呢 那就是两分 一分是什么呢 一分是自己身体 另一分是我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叫七一世界 我们今天讲的是物质环境 物质环境 我们不执着它 我们分别它 不执着它 但是这个身体呢 我们分别它 也严重的执着它 这一执着呢 麻烦就来了 把这个身当做 把这个身当做自信 确实它有感觉 它知道痛痒 它有苦乐游戏学的感受 大四在底下设了个问答 问答 如来藏实 活云如此 这个话用现在话讲 这个如来藏实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深聊许许多多的疑问 打了一大堆的问号 大四给我们解答 这一句话 反而不是啊 反而 它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原因 没有因素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后头 也给我们透了一点消息 行业凝固 这句话重要 是你 在无量界来 深深之事实 以其心动力 淫于造作 业力 引伐的 这些学习 就是阿勒也实 也是因为你 一念不觉 而有无名 那个无名是业力 业力 引伐 阿勒 所以 最后这一念 无名破了 你就正究竟圆满 能复过了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佛 佛